我捡到了个失忆的男人,不由分说,就把他内谓了夫君。 他为我洗衣做饭,体贴入微。 本以为我们会这样平平淡淡过一生,他却恢复了记忆,原来他是当朝宰相。 知道真相后,我落荒而逃。 再次见面,我以为他会责罚我,却没想,他只是紧紧拽着我的手。 娘子,我好想你,别再离开我。 娘子,来吃饭了。 时无扯了扯我的裙摆,把我从睡梦中唤醒。 我揉了揉眼睛,看着眼前贤惠的小娇夫,熟练地钻进了他怀里。 夫君,我好困,不想走路。 好,我抱你过去。 我得逞地搂着他的脖子,对着他的侧脸亲了一口,笑得开怀。 夫君,怎么成婚这么久,还会脸红啊? 窗外的紫薇花开了,不知不觉,捡到十五,已经三个月了。 还记得第一次碰到十五时,他浑身是血,被人丢在树下,失去了记忆。 我把他救起来后,他就一直缠着我,像只黏人的小猫。 夫君,你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是娘子最爱的小排骨。 他的嗓音轻烈,仿佛我说什么,他都不会拒绝。 夫君,你这么宠我,要是以后你不在了我可怎么办啊? 我加了口菜,随口地问道。 不会不在。 娘子在哪十五就在哪。 我被他认真的语气逗笑了,目光看向桌前那块价值不菲的玉佩,心里越发的苦涩。 这人啊,骗骗别人也就算了,骗自己还是有点难度。 偷来的时光总是有限的,如今差不多也到了回归现实的时候了。 十五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他很乖,乖得不像一个正常人。 我说什么他都相信,我骗他说他是我的夫君。 他就开始为我洗衣做饭,我让他做什么,他都会笑着答应。 娘子高兴,我就高兴。 这是他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他这人脸皮薄,被我亲一口,耳尖就红了。 最近镇上多了很多外来的侍卫,拿着一张画像说是要找人。 我一瞧,这不是我家十五吗?当朝宰相,多厉害的人物啊。 可惜了,被我留在家里,当了个乡野娇夫。 我望着身侧睡得香甜的人叹了口气。 十五啊十五,你恢复记忆后,可别记恨我呀。 次日一早,门外便传来了叽叽喳喳吵闹声。 嫡长女,老太太叫你回府,奴才已在门外备好马车了。 嫡长女,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 有些恍惚,我随口应了一声,便让他们在门口等待。 娘子,门口那些人都是谁啊? 十五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从身后搂住我的腰,不解地问我。 夫君,我出去一趟,一会就回家。 我回过身,冲她甜甜地一笑,语气温和。 那我要和娘子一起去。 十五握着我的手,刚想说什么,就晕了过去。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在床前留了封信,离开了这座我待了三年的小屋。 我的傻夫君,娘子我呀,先走一步了。 贱人,你居然还敢回来。 刚踏进府邸,迎面而来的就是一巴掌。 娘,祖母还没来,你就这般急不可耐了吗? 我淡默地抓住了她的手。 拜我这个娘所赐,三年我都未曾归家。 嫡长女,说着好听,只不过是她讨好父亲和祖母的工具罢了。 桑洛,一道沉稳的声音传来,我抬头,恭敬地给眼前的人行了个礼。 三年不见,你变了许多。 祖母说笑了,我不以为然地回应着,心里却浮现了十五的身影。 也不知道那个家伙醒来没,应该不会生气吧? 毕竟是丞相,这点气度肯定有的吧。 桑洛,你这次回来,除了那事,我还为你寻了门亲事。 于家公子与你青梅竹马,想避你们。 你说谁? 只不过游神一会,我就听到了那个让我眼前一黑的名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于安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整日就知道,欺负我为了。 不说我和十五有了肌肤之亲,就算没有,我也不可能与他有染。 这次回府,属实无奈之举。 一事十五的记忆隐约有了恢复的迹象,官兵又要找上门来。 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我与老太太达成了交易,家里的子嗣本就少, 两个哥哥又整日流连烟花之地,家里便只剩下,我还凑合得过去。 把家里的营生做好,老太太就做主,把我娘修了。 我娘是神府的嫡女,却生了一副蛇蝎心肠,我生来便不知什么叫娘的疼爱, 记忆里最深刻便是三年前她为了父亲的官职,把我下药送人了。 要不是我意志力够强逃了出来,他们估计早就把我这个嫡长女抛在了脑后。 夫君,我好饿,我好想吃桂花糕。 我习惯性的一喊,身旁却无人回应,又忘记了,十五已经不在身边了。 假扮夫妻的这三个月,原本只是寻个乐趣,没想到如今还真有点舍不得了。 要说这当今丞相温燕青那可称的上市财貌双全,那财气,就连圣上看了都要赞赏三分。 可造化弄人啊,就在三个月前,温燕青遭人暗算,至今了无生计。 可怜她那位未婚妻乐媳公主,那哭的叫一个肝肠寸短。 随着说书人的话语,周围人都不禁为这位丞相感到惋惜,连连叹气。 我没有得笑了笑,拿过手中的茶杯一饮,竟早已凉透。 没想到,那我呆呆傻傻的夫君还有这番本事? 乐媳公主吗? 真是才子佳人,天生以对。 不好意思,你没受伤吧? 我拿过桌上的账本起身,结果一个不小心撞到了人。 娘子,这熟悉的声音,一抬头,十五那张可怜兮兮的脸便出现在我眼前。 不是,你认错人了。 我慌乱地想要逃跑,却被她攥住了手臂,话里充满了委屈。 娘子,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没有不要,我躲闪着,不敢看她的表情。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早知如此,今日就不该来这茶楼。 娘子,是十五做错什么了吗? 丞相大人,别装了,你应该已经恢复记忆了吧。 我打断了她的话,心一横,把她拉到了角落里。 丞相大人,以前是我不懂事,骗你是我夫君,但好歹我也救了你。 如今都回归正轨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咱们就把以前的是忘了吧。 我说着正起劲,一抬眼,她的眼眶都红了,倒嘴的话,最终又咽了回去。 嗨嗨,总而言之,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我别过头不去看她,气氛忽然间变得莫名的微妙。 她也不说话,就一直盯着我,盯着我头皮都要发麻了。 温燕青,你到底想? 我忍无可忍地转过头,下一秒,脑袋被她炙骨,炙热地吻落下,无数的物业声,全数被她吞噬。 我被她吻得逐渐昏沉,陌生地潮涌淹没了神志。 我想怎样? 我不过是想和娘子做尽夫妻知识罢了。 娘子,难道你不是最清楚的吗? 我失了力气,强硬地被她搂在怀里,动弹不得。 从没想过,一直乖巧贤惠的食物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我吸了吸鼻子,理智最终占了上风。 我不清楚,也不是你娘子,你将来的娘子是乐兮公主,不是我,尊贵的丞相大人。 最后这四个字我咬得很用力,在她失神的瞬间,我挣脱了她的怀抱。 不管她在身后如何呼喊,我都不再回头。 十五,别。 我疼。 娘子,求求你,不要丢下十五。 小姐,你在做什么梦啊? 一觉惊醒,小蝶坐在我床边,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没什么,没什么,你听错了。 我尴尬地躲进被褥不敢见人,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做这种梦,定是最近处理铺子的事情太累了。 我不断地自我安慰,可脸颊的颜色却迟迟没有褪去。 都怪十五,总碍入我的梦,弄得我都没办法做生意了。 最近家里的营生渐渐有了起色,城南新张路的酒铺也要开张了,这个时候可不能把心思花在儿女情长上面,更何况她已经不是十五了,还有了自己未婚妻。 客官,来来来,进来喝一杯。 我们店的招牌,葡萄酒,可好喝了。 我伸手招呼着,丝毫没注意,身后多了个人。 小桑桑,真的是你。 不用转身,我便已经猜到了身后之人,除了我那个名义上的未婚妇于渐,没有人会这样叫我。 自从告诉老太太,我飞完毕之身后,老太太就一病不起。 也不知道,这婚事到最后到底黄没黄,但于渐这张脸,我是一刻都不想见。 我厌烦地转过身,刚想否认,却看到了站在她身旁的那个人。 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丞相大人换了身衣裳,果真不同凡响,从前那些粗布麻衣,真是有些难为她了。 我张了张口,还没来得及说话,于渐就把我拉了过来。 温兄,这是桑洛,我幼时的玩伴。 桑姑娘。 我被这句桑姑娘逗得笑出了声,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她,在她眼角即将有泪时,我收回了目光。 既然是于渐的朋友,那便是我桑洛的朋友,坐下喝杯酒吧,不知该怎么形容此刻的画面。 于渐自坐下起,便不断说起儿时的回忆,一口一个小桑桑的,听得我头都要疼了。 实话告诉你,小桑桑,这位渐兄便是咱们当朝的丞相温艳青,怎么样是不是很俊俏? 是很俊俏,我瞥了一眼眼前的人,还是那副惹人怜爱的样貌。 只是,她这拳头从坐下起就没松开过,若不是我提到俊俏二字,她的神情根本不会有任何变化。 桑姑娘谬赞了,渐某不过同大家一般,是个普通人罢了。 渐艳青拿起酒杯,刚想品尝一二,于渐便笑着用肩膀碰了碰她,语气熟人。 对了渐兄,你和乐西公主到底什么时候成婚啊,大家伙都在等着呢? 忘了和你说了,这位桑洛姑娘是我娘为我定下的未婚妻。 只听喷的一声,酒杯碎了,渐艳青狼狈地站起身,神情恍惚,甚至没来得及告别,就已经没了踪影。 她这是怎么了?于渐不解地看着她离开的方向,摸不着头脑。 谁知道呢?我拿过酒壶,看着不远处调情的小夫妻,一杯接一杯的酒灌入喉中,不知为何,原本清甜的酒竟变得有些苦涩。 我可是你娘,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沈烟摊倒在地,拽着祖母的腿脚不停撒泼。 这回倒想起来你是我娘了。 娘?娘可不会把自己女儿送入他人床榻,任人践踏。 我看着她,心中一片冷意,谨剩的亲情早已在三年前的那杯茶里消失殆尽。 一声令下,沈烟被抬回了娘家,至于我那个父亲, 升官发财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恐怕早已把我们这一家人忘得干净。 现如今,桑家的酒铺做得越发的红火,一直以来的心事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但是,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今天的月亮很圆,就像捡到十五那天一样,特别的漂亮。 我又回到了我们相遇的那座小屋,想着喝些小酒解闷一下,结果一进门,一双大手把拉进了怀里。 娘子,我好想你,这到底是喝了多少酒啊,都醉得不省人事了。 丞相大人,我无奈地出声提醒,却被她一口打断。 我不是丞相,我是十五,我是娘子的十五。 我和乐系公主已经解除婚约了,我和她只有几面之缘,根本不是外面传的那样。 娘子,你信我。 十五蹭了蹭我的脖梗,委屈地抱着我不撒手。 好好好,你是十五,或许是因为今晚的月色太美,我少有的耐性地拍了拍她的背,哄了好久她才舍得放开,不过手还是被她扣得紧紧的。 娘子,那你亲亲我。 十五指着自己的唇,略微沙哑的嗓音带着轻颤,祈求般地望向我。 十五,我勾着她的凌乱的发丝,莫名地起了动弄的心思, 十指抵住她的唇,缓缓靠近。 可是,我已有了未婚夫,是不能随意亲人的。 十五的眼神瞬间黯淡,泪顺着脸颊流下,像一只被人抛弃的小狗。 不过,我故弄玄虚地拉长尾音,十五的眼睛又亮了起来,不过什么? 不过,有个男妖精实在诱人,勾得我想和与她共赴云语,不顾一切的。 和她私奔,说着,我主动吻上了她的唇,十五先是一愣,紧接着反客为主,窗外月色撩人,一切好像都失控了,又仿佛都在情理之中。 清早,我看着身上被她弄出来的痕迹,皱了皱眉,想下床,腿却酸涩地厉害,差点跌到了地上。 娘子辛苦了,我给你做了些吃食,补补身子。 十五伸手捞住我,轻笑一声,把我抱到了桌前。 我看着满桌我爱吃的菜,欲言又止。 物是人非,我们早已不是当初那对平凡的假夫妻。 我尝了几口,便放下了筷子。 温丞相,难得再见面,我们好好聊一下,如何? 这些日子,我虽忙着经营铺子,但朝堂之事还是有听几位客官闲聊时提起过。 当朝丞相重商归来,手段雷霆,没几日便揪出了当初暗算他之人,还帮圣上解决了江州闹饥荒的难题,在朝堂上可谓是万众瞩目。 本该是大好的前程,可最近,这位丞相大人却铁了心斑忤逆圣上,说是想请圣上收回成命,解除婚约。 温丞卿,你没必要为了我自毁前程。 我是救了你,和你装了三个月的夫妻,可那都是假的。 为了我赔上大好的荣华富贵,不值,我也担不起。 我强压着涌上来的泪意,逼着自己用最难听的话语直视他。 昨晚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一场属于十五和桑洛的梦,可梦醒了,它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丞相,我们终是不可能。 那昨晚,你就当是我与十五最后的温情吧。 温业卿顿了一下,似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再也不装作贤惠交夫的模样,步步紧逼,直接把我逼到的墙角。 那请问三姑娘,你对温某是何看法?与你那位未婚夫余缘比,你更喜欢谁? 不是,为何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我吞了吞口水,手不自觉地抓紧了衣角。 怎么不说话了? 我别过脸,心跳得厉害。 温某早在出狱时,就对三姑娘一见倾心,心里再也住不尽其他女人。 我从来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陛下已云我自由娶妻。 三姑娘若愿意,温某明日便准备好聘礼上门提亲。 温彦卿在离我唇前一直停住了,嗓音低哑,像是在蛊惑我靠近。 妖精,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我是说,丞相大人才冒双全,小女子我只是普通商户,更何况,小女子已经有了未婚夫。 我尴尬地笑了两声,从她身侧钻了出来,想要溜走。 你说的这位婚夫,是真有? 还是说,你在骗我? 温彦卿四笑非笑地看着我,也不阻止我离开。 温彦卿,你个男妖精,狐狸精,你居然调查我。 这下,我真的忍不住了,周围有什么东西,我都朝她扔去,她也不躲,任由我发泄着情绪。 近日来京城可谓是热闹非凡。 邻国使者将在不久后拜访我国,圣上下旨要求城中有名的酒铺都准备拿手的花酒进贡,为此我已经熬了好几个大夜。 小桑桑,人味道声仙道,渔彦的大嗓门太过特色,我调配得手一顿,最后还是无奈地去给她开门。 都说过了几百遍了,不要再这样叫我。 渔彦不知,从哪里拿了一堆花花草草塞给我,然后一屁股坐到了板凳上。 这都是调酒的上好材料,小桑桑你,拿着肯定有用。 温兄呢?怎么还没来? 渔彦磕着瓜子四处张望,没看到熟悉的身影,就来问我。 说起来,事情变成这样,温彦卿还是要负主要责任。 其实我渔彦的婚事,不用我说她也不想娶我,上次偶遇渔彦本,就是想向她吐槽一番,结果话还没说完,她就匆忙逃离。 至于温彦卿本人,那天之后,她便每日都来铺子寻我,一身巢浮任劳任怨地为我端茶倒水,洗衣做饭。 每每我想拒绝,她就一副委屈巴巴的眼神看着我。 即使知道她是装的,我还是无法拒绝,只能由她去了。 已经不数不清自己往门口看了多少眼。 夜幕降临,温彦卿还是没有出现。 也不知是因为蚊虫骚扰,还是夏日炎热,我心里莫名地涌起了一股烦躁感。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养成了这种习惯,习惯了身边有她。 随着时间过去,在我对今天不抱希望的时,熟悉的敲门声响了。 我没有遇,跑上去开门。 娘子,对不起,我来晚了,瞧瞧我给你带了什么? 温彦卿善善地笑着,两只手都提满了东西。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话音刚落,我忍不住地扑进了她的怀里,语气黏腻。 东街那家糕点铺上新品,我想着娘子肯定爱吃,耽搁了点时间。 不过,看到娘子今日如此残忍,我很是喜欢,要是娘子每日都能这样。 你不许再说了。 我捂住了她的嘴,不让她说话,苏麻的触感从手心蔓延到了心口。 糕点很甜,却远不如她的小嘴甜。 若我们真是一对普通夫妻,那这日子也能算得上有几分乐趣。 只剩三日了,我叹了口气,看着眼前堆得乱七八糟的酒罐,心情复杂。 这次的进贡对我来说十分重要,这事到对女子来说本就困难,我能做到如今,除了我的努力,背后也少不了温燕青的推波助澜。 当朝呈向心悦之人的名声太过响亮,我承认我有自己的私心,但她又何尝不知呢? 倘若这次我的酒在宴会上脱颖而出,那我便能在整个大烟的商家中占据一席之地,从此再无后顾之忧。 又或许,能与她的身份更加相配呢? 娘子不急,总会成功的。 温燕青温柔地在一旁为我扇风,不厌其烦品尝着我每一次的试验品,时不时地提出些意见。 就差一点点,到底是缺了什么呢? 我放下了手中的材料,揉了揉肩,尝试了这么多,始终找不到那份让人意犹未尽的感觉。 温兄,你们快看! 鱼渊似乎刚睡醒,指着院子里的紫薇树叫喊。 我望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紫薇花开,独占芳飞。 夏日烟火在空中绽放,惊动了夜晚偷吃的小猫,伴随着一声猫叫,我的唇被轻轻稳住,一触击分。 温兄,桑桑你们刚刚在干嘛呢? 鱼渊走过来,疑惑地看着我们。 桑桑你脸怎么这么红? 温兄你在偷笑什么? 我瞪了一眼温艳青,气鼓鼓地甩袖就走。 空中的烟花还在继续着,一朵紫薇花飘到发烧,我摘下来,轻轻一笑,我想,我知道这酒要怎么调了。 月色初上,灯火通明,尽管早已做好了准备,但心还是跳得厉害。 娘子,宴会之后我们酒铺相见。 温艳青今日一身紫衣,少年丞相意气风发, 只是这年人的本事与身份有些不符。 娘子,我会早点回来的。 好了,快去吧。 我无奈地摸了摸她的头,带她走远,我的笑容瞬间消失,与之而来的是少有的冷漠。 小蝶,跟我来。 如果我刚刚没有看错,刚刚沈妍和石智的身影从眼前闪过。 石智是东街的酒铺的东家,我们一东一西向来不对付。 她和沈妍在一起,必定有蹊跷。 事情都办妥了吗? 放心吧,这回就连丞相温艳青都就不了她。 桑洛这次必死无疑。 我躲在角落听着她们的话,心冷到了极致,好一个必死无疑呀。 安排人在使者里的酒里加料置我于死地,亏她们想得出来。 小姐,怎么办啊? 她们这是要小姐的命呀。 小蝶急的眼泪都掉了出来,无助地看着我。 别慌,先去找余渊,此事别声张。 还是对她太仁慈了,本以为让沈妍回到她那个噩梦般的家会安分一点, 可她依旧不甘地在背后算计我。 找到余渊的时候,她还在街上投壶,逍遥自在。 帮我进宫,否则我就戳穿你和乐兮公主有私情。 你怎么知道啊? 我没工夫跟她解释,把刚刚在角落听到的事简单地跟她说一遍, 就着手开始准备。 沈妍为什么要这样? 她不是你娘吗? 为什么要害你? 余渊喋喋喋不休发着牢骚,但手上动作没停, 片刻后,我和她都伪装成了两个婢女。 先说好,别被发现了,被发现了,我们都完了。 余渊紧张地四处张望,乐兮公主在前面带路, 这位公主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看到我出现也不惊讶,也不多问, 若不是她看余渊的眼神有点波动, 我还以为任何事都引起不了她的注意。 前方便是明鸾殿,二位随我来吧。 我望着眼前金碧辉煌,心一沉,跟了上去, 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殿内,翡翠玉盘,古琴层层。 公主的位置便在使者的对面, 我站立身侧,偷偷看着那位使者, 美得不可方物, 没想到邻国的使者居然是位女子, 有些意想不到。 常灵,见过乐兮公主。 这位邻国使者向公主行了个礼, 顿时店内所有的目光都她吸引过去。 两道视线强烈地在我身上停留, 我吞了吞口水, 假装无事地低着头。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温燕青笑着朝着使者敬酒, 我闻声抬头, 与她的眼神撞了个满怀, 那个眼神里有叹咎, 但更多的是不动声色的沉稳。 在她的不远处, 沈燕正恶狠狠地盯着我, 不知道她是怎么进来的, 但嘴角始终挂着势在必得的笑容。 听闻燕国的花酒很是出名, 不知在下今日可有性品尝一番。 使者莫急, 朕早已吩咐下人前去准备, 定会让使者喝得尽兴。 远处的御膳房中, 我偷摸地溜了出来, 眼前的人正偷偷地 往我准备好的酒里下药, 我瞄准时机, 用砖头砸晕了她, 自己则是走在末尾, 当上了这个送酒的人。 这一路走来都顺得不行, 在我还在奇怪之时, 角落里呼地出现了一人 从身后把我推倒, 酒瓶应声而碎, 空气里弥漫的紫微花香浓郁, 沈烟尖酸刻薄的声音响起, 跟她而来的, 还有一群侍卫。 你以为我没有准备吗? 桑落, 你把我赶回沈家之时, 就要想到后果是什么? 我可是你娘, 自古以来, 哪有儿女斗了过娘? 我最后悔的, 就是你出生时 没有及时地把你掐死, 让你活到了现在。 沈烟面目猙獰, 看着我狼狈地摔在地上, 笑意加深。 你不是那位丞相大人的心肩虫吗? 我倒要看看, 这回她拿什么就是你。 沈烟拿着新的酒瓶, 一步步走远, 我意味不明地 看着她离去的方向, 眼神闪烁。 成了没? 你的衣裳怎么这么脏? 余渊担忧地看着我, 刚想凑近说什么, 前来的侍女 便已经把花酒 一个个摆在了使者面前。 使者大人, 请。 陛下笑着请使者品尝, 每喝一种身边都有专人讲解。 茉莉, 桂花, 海棠。 使者每喝一种 都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酒, 香味有些独特? 回使者, 这是紫微花酒。 使者凑近闻了闻, 有些沉醉。 紫微花酿的酒, 真是少见。 小桑桑, 怎么办? 她要喝下去了。 温兄怎么也看不懂我的眼色, 你看到沈烟的笑容没?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 余渊扯着我的袖子, 看我无动于衷的样子, 要疯了。 放心, 我心中有数。 我朝温艳青示意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 掌声响起。 使者眼里闪着光, 忍不住发出赞叹, 好酒, 好酒。 色清如水晶, 心香四溢, 入口清烈干爽。 好酒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了。 使者喜欢, 那便是我大宴的荣幸。 温艳青一脸自豪地说着, 毫不掩饰她眼里的张扬, 众人见状, 也纷纷恭维。 只有沈烟一人满脸不可置信, 转身便要出去查个清楚。 最后一瓶, 乃东街十家酿制的梨花酒。 沈烟顿住, 似是明白了什么, 可惜为时已晚, 门外的锦衣卫冲了进来。 时车且慢, 这酒可能有些问题。 沈烟被吓得瘫倒在地, 使者不明所以地抬头。 刚刚接到消息, 说是有刺客混入了店内, 企图在酒中下毒。 使者, 打扰了。 一根银针探入瓶子, 针间逐渐变黑, 大店上所有人都被这一幕 吓得心惊肉跳。 是她, 是这个女人, 我看见了。 店外突然跑进来个小太监, 指着沈烟告状, 不是我, 不是我, 你们抓错人了, 是那个贱人。 是她。 沈烟被锦衣卫架着拖了出去, 目光死死地盯着温燕青, 是不是你在背后帮她? 你们都不得好死。 一场闹剧终结了, 我与温燕青对视一眼, 又默契地笑开。 林国使者差点中毒这件事, 引得圣上勃然大怒, 沈烟与实质做的那些勾当 都被挖了出来, 叛以极刑, 你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 温燕青把我搂进怀里, 轻轻地扶着我的背, 我知道她的意思, 释然地摇了摇头。 这些年来的爱恨, 都在沈烟死的那一刻, 烟消云散。 曾几何时, 我也渴望过亲情, 我不懂母亲为何如此责辱我, 把我当仇人一样对待, 我的出生仿佛就是个错误。 只是后来我才明白, 世上的很多事情本就没有原因, 不喜欢便是不喜欢。 这次进贡的酒, 是由温燕青层层把关。 她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早就知道 沈烟与实质的勾当, 本想直接替我解决, 但念着她是我母亲 还是来询问我的想法, 就让她就由自取吧。 我本想留她一命, 可她依旧不知悔改, 想置我于死地, 既然这样, 我们之间也没必要客气了。 那晚一切其实都是 我与温燕青演的一场戏, 事实上, 她下药的那瓶酒 永远不可能出现在宴会上。 温燕青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就连下了毒的梨花酒 以及店外及时冲进来的 锦衣卫和小太监 都是温燕青的手笔。 我与温不过是 迷惑她的手段罢了。 温燕青, 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对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问出这种话, 刚想解释, 温燕青便吻了上来, 桑洛。 她很少直呼我的名字, 我愣了一下, 无论你想要做什么, 我都会尽我所能帮你得到。 只要你不厌烦我, 时无始终都在。 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 今晚的月亮依旧很圆, 得一人如此, 你是上天赐予我最好的礼物。 使者想见你一面。 托紫薇花酒的福, 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圣旨到的时候, 温燕青还在一旁给我洗衣服, 把宣旨的公公惊得都说不出话。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选择紫薇花进行酿酒? 使者一见到, 我便兴起地问我, 对我的回答很是期待。 如果非要说出一个原因, 我想, 大概是因为一个人。 我沉思片刻, 笑着开口, 紫薇花, 代表着好运和爱。 我是在紫薇树下, 遇到我的一中人, 这花便是我与她的定情之物。 说着, 我又想起了某人, 明明是只狡猾的狐狸, 却要装作贤惠小娇夫的模样, 等我缓过神来, 心已经在她身上。 使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对我和她的故事很是好奇, 我也没藏着掖着, 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了她听。 原来这酒是你用爱酿制成的。 使者不禁感叹, 眼底闪着光亮, 在她离别之际, 我叫住了她。 长林使者, 你知道紫薇花的另一个意思吗? 她回头, 我拿起桌前的紫薇酒, 朝她敬了一杯。 她代表着女性, 代表着坚定和独立,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使者的。 长林被我的话逗得笑出了声, 抬手对我做出回敬的动作。 这杯酒, 祝你, 也祝我, 希望你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我与温燕青的婚期定下了, 就在一个月后。 你在想什么呢? 在想娘子, 可是我就在你旁边, 你想什么? 温燕青最近变得有些奇怪,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会自言自语的傻乐, 离婚期越近, 她就越发缠人, 甚至连我去如厕都想跟着。 我实在受不了她了,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把她灌醉了, 涂了会清净, 本来一切都很完美, 直到, 我听到了她滔滔不绝的梦话, 娘子终于要成为我的真娘子了, 我一定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我的娘子是最厉害的, 娘子酿的酒是天下第一酒, 喝都喝不腻, 只要我饭做得好, 足够贤惠, 娘子就不会再把我丢下了。 嘿嘿, 我会永远陪在娘子身边的, 温燕青在床上嘀嘀咕咕地, 缩成一团, 像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狗, 真的是, 栽在她身上了, 我抬手为她粘好了被子, 坐在了她身侧, 嘴角勾起, 真的好喜欢娘子, 最喜欢和娘子亲亲了, 话音刚落, 我在她的侧脸亲了一口, 有求必应, 今天都没有牵到娘子的手, 我有一点难过, 下一秒, 我牵起她的手, 与她食指向扣, 娘子最近都不和我做羞羞的事了, 一定是我上次把她弄疼了, 温燕青, 你再装睡试试看, 我挑了挑眉扯开手, 揭穿了她, 可这手还没伸回来, 就被她抓得紧紧的, 一个不留神, 我被她反压在身下, 这眼睛哪还有一点醉酒的模样, 亮晶晶地, 被我揭穿了也一脸坦荡, 被娘子发现了, 娘子真聪明, 不愧是我喜欢的人, 油嘴滑舌, 我就知道她没那么容易醉, 这些小计谋, 禁用在了我身上, 真是拿她没办法了, 谁家夫君天天耍计谋讨宠爱, 这世间也独她一人了, 不过, 来日方长, 我也就这一个夫君, 惯着就惯着吧。 谢谢大家。